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九篇第五十九章八十年后的纳可 黑夜中摩沙族分身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孟纳城 直接一飞冲天回归机械族飞船 机械族飞船的控制室内 罗峰坐在沙发上脸色冷静 低喝道 出发 去燕钢铃 机械族飞船立即加速 开始朝燕钢铃赶去 怎么了罗峰 恶魔巴巴塔也坐在沙发上 在大概五十年前 羽刀门被灭 罗峰眉头紧皱 精英力量被杀之一空 灭掉羽刀门的竟然是羽刀门的大徒弟 大概三十年前 一位银发的精神念师出现 将那元凶给击杀 而后离开 小纳可呢 恶魔巴巴塔问道 根据那两名护卫的一些描述 我怀疑啊 银发精神念师就是小纳可 罗峰说道 我当初留给他的 也是精神念师的修炼之法 如果 我猜测不错的话 小纳可 很可能去燕港岭了 嗯 恶魔巴巴塔点头 机械族飞船 正在雪落世界外虚空 迅速飞行着 一天后 抵达燕港岭外的虚空中 按照老办法 缘合在本尊体内 本尊留在机械族飞船中 磨砂族 分身 则是悄然进入 冲破云层 前往 燕港岭 夜 含风呼啸 在燕港城外 千万公里外 一座山林中 其中一个山壁洞穴内 琵琶 篝火燃烧着 令洞穴内一片温暖 爹 高大银发青年 在地面上铺着布 手中凭空出现一些食物 我们吃饭吧 一口气 我们逃这么远 现在距离燕港城 最起码有千万公里 而且 我们也没进城 而是在荒野中 漫无目的的 想要找到我们 没那么容易的 嗯 面容苍老 一头凌乱银发的中年人 点点头 端起旁边的果酒 拿着放在布上的食物 边吃边微笑 看着眼前的青年 眼眸中满色喜悦自豪 感叹道 可可 你比当年成熟多了 爹能够在死前看到你 老天待我不薄啊 说说你当年 怎么就突然消失了 爹找你都急死了 爹 银发青年那可摇头道 详细情况是这样的 那可 将当年的情况 详详细细的都说了一遍 听着纳布眼睛 瞪得滚圆 竟然 竟然是我同意你跟风大人走的 然后抹掉记忆 纳布经常 追击笑了 嗯 我的确会那么做 跟爹讲讲 这么多年都是怎么过来的 我看你似乎受了不少苦啊 雪落世界的土著们 天生都是大地级 而且广袤的范围 令雪落世界有很多特殊的血统 那家 血统也有点特别 就是成年后都会变成银发 是这样的 当年我被风大哥带走 银发青年纳可 缓缓续说起来 那一夜 我逃出孟哪城 那时候我就发誓 一定要给师父报仇 我带通年生 遇到我的另外一个师父 我又和两位义兄赞别 独自回燕冈城了 来到燕冈城 我控制筋骨肌肉改变容貌 加上当年燕冈城 没几个高手认识我 现在我又是云霄几 我悄然查探 知道家族被灭 爹你却活着 我就几乎肯定有阴谋 便先进入成都府 当了一名将领 经过半年 那可说了足有一个多小时 才将这八十年事情 全部说完 那不看着眼前的青年 有些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谨慎 狡猾如虎 杀法果断的青年 是当年那个盲目崇拜 热血 傻乎乎的小纳可 自己的儿子的经历 的确很丰富 孟纳成 通联山 燕某祖 纳可经历一件件事情 一次次生死边缘徘徊 也完全磨练出来了 你长大了 纳布轻声感叹道 我最应该感谢的是 风大哥 银法新年笑道 风大哥的确为我 准备太充分了 正因为有这些 我才能遭受挫折后 一次次爬起来 最终达到云霄级 不过 云霄级不是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是领域级 乃至是世界级 嗯 纳布连点头 快为不已 当年赌对了 在此刻的燕钢城中 城主府内 你说 找不到 紫衣女子站在厅内 并冷盯着眼前的城主 浦阳温 浦阳温连功臣惶恐道 是书下 是书下 你给我说清楚 紫衣妖媚女子 双眸一寒 是属下失误 我已经发动百万军队去各个方向查谈 浦阳温额头都是冷汗 因为他仅仅是领域级初等 而眼前的紫衣妖媚女子却是领域级高等 而且这紫衣妖媚女子还是世界主私勇的爱徒 能够随时灭杀她 而且唯一让她做的事情监管纳部 她就出了大屁了 她怎能不惶恐 白痴 废物 紫衣妖媚女子冷笑道 百万大军 你之前都说了 是你挥下那将领的问题 那将领是营销级精神念试 他的飞行速度何等的快 一口气飞出千万公里外都不是难事 你派百万大军分头去各个方向找 你说你蠢不蠢 浦阳温一正 滚 滚滚 紫衣妖媚女子连怒道 是 浦阳温连退去 带她走出这屋子 原本一脸惶恐的浦阳温 眼眸中却是略过一丝不屑 对 我是白痴 如果我不是白痴 当初你怎么会支持我当这个城主的 等着吧 等我主人一声令下 看谁才是真正的白痴 听内 紫衣妖媚女子 看了一眼浦阳温 摇头冷笑 真是没有 幸好我当初根本就没将希望 放在这个白痴身上 滴 紫衣妖媚女子翻手 手中出现一通讯器 通讯器显示屏障 出现一地图 地图某处出现一光点 紫衣妖媚女子顿时笑了 谁傻乎乎的一直盯着 我当时直接令她昏睡 在她经受刑罚重伤的身体内 植入一小型的通讯器 不就随时知道她的位置了 通讯器和宇宙飞船比 制造难度简单亿万倍 那些个世界主 给自己的麾下重要人物 都发送了通讯器 紫衣妖媚女子 作为世界主私勇的左膀右臂 弄到各种型号的通讯器 非常容易 距离这果征超过千万公里 紫衣妖媚女子一笑 我不急着抓 先盯着 估计那个银发人 会带着那个纳布 去见那神秘高手风 紫衣妖媚女子 立即给了师父私勇 发送讯息 随即便独自一人 直接飞出城主府 在黑夜中 一飞冲天 朝纳布纳克父子二人 所在的地方飞去 他是雁冈城那实力最高者 雁冈城军队动荡 根据查探 都是去找纳布和银发将领了 嗯 那银发精神念师将领 应该就是纳克 而这女人 这么深夜飞出去 很可能是知道 纳布纳克的位置 一道黑色幻影 尾随着紫衣妖媚女子 破空而去 过千万公里 即使是紫衣女子室 玉主八级高手 在雪落大陆超强引力下 达到秒速 一千公里 也飞行了三个多小时 才在山林中潜伏下来 暂时不惊动的 师父很快过了 我就可趁机抓住风了 那神秘高手风 竟然敢杀我两位师兄弟 和神殿特使 真是该死 紫衣妖媚女子 站在一棵 足有三米粗的 粗壮大树的树叉上 冷漠遥看远处 气息却完全收敛 玉主 的确擅长 收敛气息 而此刻 在紫衣女子的后方 正站着一名 黑衣男子 嗯 紫衣女子 若有所查 有些疑惑地 朝后面看了一眼 当看到 站在半空中的 黑袍罗峰 顿时脸色大变 黑衣 黑色短发 青年 你是疯 紫衣女子表情郑重 死死盯着眼前的黑袍人 你在找我 恭喜你 你找到我了 黑衣罗峰点头 紫衣女子眼中 立芒一闪 瞬间施展了精神攻击 同时准备 再赋以 念力兵器攻击 嗡 一道美丽动人的刀光亮起 刀光璀璨令人迷醉 紫衣女子不由的神情恍惚 随即整个人的意识 完全陷入黑暗当中 刀光消失 罗峰手中的血影战刀 也直接收入空间戒指中 随手掐了这紫衣女子的进步 紫衣女子身体仅仅腹部一点伤口 刀光透过伤口 直接刺穿那颗命盒 领袭允命 论实力 经过八十年浅修 体内世界吞噬着大量配比好的珍贵金属 效率达到五十二倍 八十年就相当于四千多年 而玉主级的进化 七界八界九界 这最后三界都需要一千二百年 从玉主级九界到界主一界 更只需要五千年左右 现如今 惊小巨兽 摩杀族分身 都是玉主及九界 而在境界上 更是高的离谱 能够靠数十倍的政府法则威力 摩杀族分身施展 更是可怕到极致 什么人 洞穴中 银发青年 那颗脸色一变 站在洞口前 是我 黑衣罗锋直接从半空中走出 手里拎着一子一女子的尸体 风 风大哥 银发青年那颗瞪大眼镜 风 风大人 那不也吃惊得很 银发青年 看到罗锋手中 抓着的尸体 更是吃惊 这 这是世界主私用的三弟子 他 黑衣罗锋 随手将子一女子尸体 扔在地上当 你们现在比较危险 世界主私有 正在赶来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九篇 第六十章 罗锋战戒主 私勇 银发青年那颗和他父亲 都心乱了 私勇 这一方世界的世界主 皇帝般的存在 私勇知道你们在这儿 正赶来 罗锋戴沙子 那子一女子时 发现了他的通讯信 也让自己带着的辅助 智能光脑 轻入查探 知道了不少事情 怎么可能被发现 我带我父亲过来 已经非常小心了 那可不敢相信 因为你爹体内 被植入通讯器 罗锋说道 什么 那可转头 看向自己的父亲 而那不 也是满脸疑惑之色 那可联盟师展开念力 探查自己父亲的身体 仔细探查下 终于在父亲的小锤骨上 发现了小小的仪器 当即连导 爹 你忍着点 我帮你取下的通讯器 那可这些年闯荡 也听说过通讯器的存在 一般能配备通讯器的 都是领域级 一抹无光 划过纳部的小腿 一颗通讯器 直接被念力卷出 随即立即念力压迫止血 而且一父亲 纳部的体质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罗锋确实命令 辅助智能光脑 信号探测 他体内是否 只有一支通讯器 是主人 智能光脑 放射出信号扫描过 确认 仅此一处 已经取出 嗯 罗锋看着眼前的这对父子 纳可 纳部 你们现在赶紧离开 哦 对了 一翻手 手中出现一枚空间戒指 扔给了纳可 这是 纳可一阵 钱财 罗锋说的 既然要离开雪落世界 这雪落世界的钱财 带到外边当然没用 不过 狩猎计划 令罗锋积累了很惊人的财富 现在给纳可父子的 也就是一名城主财富的一百倍左右 更多的罗锋没拿出来 太多 对纳可不是好事 自己给的够多了 你们现在赶紧走 罗锋低喝道 走得越远越好 至于私有 我帮你们拦着 风大哥 纳可忍不住喊道 风大人 你 纳布也有些不敢相信 还不走 罗锋皱眉 冷喝道 纳可和纳布 都算经过魔力的 也都是干脆利落的人 到这份上 也不再多说什么 纳可立即带着自己的父亲 脚踏简单的念力兵器 化作一道流光直接离去 看着纳可父子离去 罗锋笑了 小纳可 我来一次学落大陆 也算跟你有点缘分 以后就看你自己的了 罗锋轻声道 随即直接一飞冲天 落在了旁边一座数千米高的山峰上 独自一人站在山峰 遥看着远方的天气 玉珠机对我而言 没有丝毫的挑战性 只有借助 才有意思 来吧 私勇 罗锋站在山峰之上 任凭风吹 默默站立等待 一艘银黑色 博杂的飞碟 出现在这座山岭上空的 第十五层云雾上空 按照冲讯器上显示的位置 就是这儿了 仿佛海洋的蓝色长发 穿着黑色战衣的丝有 嘴唇很薄 显得冷立 随即在其身后的宇宙飞船 凭空消失 而他本人 则是化作一道黑色流光 直接俯冲向下 连冲第十五层 第十四层 直至冲破第一层云雾 朝那浩瀚山岭俯冲过去 忽然 他停在半空中 皱眉看着前方 巍峨山峰最高处站立的黑衣人 我叫 黑衣人远远盯着他 风 风 四勇世界之力弥漫下去 瞬间发现了紫衣女子的尸体 面皮顿时微一抽搐 我的徒儿 死了 黑衣人冷漠道 我杀他 四勇双眸如定 顿时面色猙獰 咆哮起来 在我的地盘 你竟然敢杀我徒弟 你不就是一个小小的领域级吗 要战斗 那就别废话 站吧 黑衣人目光冷静 充满战意 四勇错恶 领域级挑战世界级 开什么玩笑 错恶之后 便是暴怒 哈哈哈哈哈哈 思勇怒急而笑 是你找死 扇风呼啸冰冷 可罗峰却感到身体内血液 却无比的炙热 却不断地沸腾着 因为眼前这个蓝发黑衣男子 是一名戒主 而且凭尽气息感应判断 应该是戒主四戒五戒的水准 预主及九戒 挑战戒主四戒五戒 中间还跨了一个大级别 疯子 就算是人类当中最强的天才 也不敢这么嚣张 因为级别相差太大 单纯力量层次上 就相差好几十倍 更何况 戒主能够形成一方世界来压制对手 就算再牛叉的人类天才 也不敢这么玩这么疯 可罗峰感 论天才程度 他现在媲美波澜 堪称宇宙人类最顶尽 而且现在还是空间的宠儿 宇宙最强暗杀族群 磨杀族分身 欲主九戒 挑战戒主四戒五戒 罗峰盯着眼前 站在半空中的私勇 战役更加狂热 二人忽然安静下来 一个站在巍峨山峰通顶 一个站在半空 摇摇相对 都沉默了 呼啰啰啰啰啰 忽然天地变色 一身黑色战衣的私勇 悬空而立 长发飞舞 顺毛暴射出耀眼白光 哈哈大笑道 就你想跟我斗 顿时周围的山石 包括罗峰脚下的一座 巍峨山峰都在站立 崩塌碎裂 无数的碎石升起 悬浮在半空 密密密密密密密的石子 悬浮在各处 去 私勇摇指罗峰冷喝道 呼 仿佛狂风呼号 无数的石子 穿透虚空 比千万剑士 破空急射 狂猛千万倍 全部笼罩向罗峰 似乎要将罗峰 整个人 射成筛子 私勇 是戒主及武器 他虽然操控 这么多石子 可每颗石子 都有击杀 玉主九戒的威力 这么多颗汇聚起来 那威力可想而知 纯粹的以利压人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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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的石子轰击下 令周围山崩地裂 一座座山峰崩塌 无数的树木倒下 每颗石子产生的冲击波 冲击波和冲击波相互撞击 周围数千公里内 都波及着无数的高压冲击波 横扫之下一片 毁天灭地的场景 你的石子 飞得太慢了 一道声音响起 似有木的转头 看向左侧远处站着的罗锋 按惊道 这个叫疯的家伙 好快的速度 瞬间迸发速度 绝对比我还快得多 是快很多 拿出点真本事吧 否则杀死你 就太没意思了 罗锋手中一番 出现了血影战刀 摇看对手 双猛燃烧着战役的火焰 刷 罗锋瞬间前冲 一个前冲快得惊人 即使心中有准备的思勇 依旧吃了一惊 几乎条件反射 思勇就将自己的体内世界 进行投影 浩瀚的世界之力 直接将周围数千里范围空间给扭转 改变一切 景色顿变 之前还是黑夜中的一片破破烂烂的山脉 可现在却变成了无尽的海洋 下方的海洋水面 还漂浮着一些小冰山 罗锋顿时感觉可怕的压迫 整个人好似套上了一层枷锁 这就是借主的象征 借主力压御主的最强依仗 一逢世界 果然厉害 世界压迫下 我的各方面实力都要下降 罗锋甜甜一下嘴唇 双眸却更加炽热 这样才有意思嘛 拼尽所有力量 战一场吧 耍 在世界之力压迫下 海洋上空突然出现上万个罗锋 密密麻麻的身影 让那思勇都吓一跳 我的老天 在我的世界压迫下 都能形成上万个幻影 这 这 他的空间法则感悟 达到什么地步了 思勇完全震惊了 别说雪落世界 就算是在宇宙当中 也没有几个这种变态的人物 化 一道璀璨的刀光亮起 璀璨夺目 无比的令人沉醉 而且刀光亮起的同时 连周围的空间 都仿佛受到操控 无形的空间之力 在压迫着思勇周围的区域 透过空间压迫 完全能够媲美 这一方世界的压迫 他的空间法则 到底达到什么地步了 思勇震惊的同时 身前瞬间浮现 一黑一白 两根尖锥 登 白色尖锥带着无尽的冰冷气息 周围都形成冰晶飘雪 直接撞击在罗锋的一刀上 罗锋感到身体一震 鲜血就不自禁地从口中喷出 同时低喝一声 幽影 呼 罗锋身影瞬间变得诡异模糊 在周围形成飘渺不定的 一片模糊影子 这令思勇脸色郑重 忽然一道模糊影子 几乎就是瞬一次地 出现在他的身侧 同时带着凄厉凶狠 暴力气息的一刀 直接劈向思勇 挡住 思勇暴退的同时 连操控在身体旁边的黑色尖锥 去抵挡 当 这凶利一刀 竟然劈退开那黑色的尖锥 随其气势更强 直劈思勇的脖颈 哼 思勇身前 凭空出现了四块盾牌 四块盾牌悬浮在四周 罗锋这一刀 披在了正前方的盾牌上 披着思勇整个人 都瞬间暴退数百公里 摩杀族纷争最强绝招 幽影七绝刀葬身 在来血落世界之前 最强绝招是弹花 而因为这些年金角巨兽 都在研究四天一爪 在四天一爪 感悟非常快 这四天一爪 已经成为了罗锋最强的绝招 而四天一爪和葬身 很多方面都接近 参悟四天一爪 令罗锋在葬身这一刀上 感悟突飞猛进 八十年后 这一招反倒成了 磨杀族最强的绝招 葬身 何为葬身 凭尽身体全力 宁可牺牲自己 施展出最强最暴力 最凶悍的一击 无比凶悍 被劈地暴退的四勇 脸色难堪 看着身前的四面盾牌 双色尖锥 我竟然短时间 就被逼得使用出自己的世界防御兵器 攻击念力兵器 这 这 在这之前 四勇死都不会想到 他会被一个御主逼得 拿出所有招数来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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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四勇满脸通红 愤怒咆哮 盯着远处的罗锋 小子 我会让你知道 领异局是不可能打败世界局的 不可能